有補充的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理论上应该都会收到 我转 因为我贴的 它会自动转到你信箱 除非说你有党姓或怎么样 不然的话理论上应该 你们如果有加入 这边有会员 会员点进去的话 就是你们有加入的同学 目前20个成员 当然有些同学还没有加入的话 你如果希望客户能够回去再听过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加进来 那到时候我会贴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 比如说第二次上课上哪些内容 这边都有 所以非常的清楚 那也就是我们八周之后 每一周都会有这东西 那点进去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看完整的内容 包含就是说 我们第一次上试 第一个第二第三第四 意思类推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讲到是什么 用VBA处理两重和多重逻辑 清清楚楚的 所以回去的话你忘记 你回头可以再看 确保你一定可以学会了 其实主要我是希望呢 做什么 课程的那个品质保证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论坛将来也许 我也会做一些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算售后服务吧 之后的话还会贴一些 有些新的文章 那我如果写了 也会转贴到这边 寄给你们 OK 然后呢 如果 因为有些东西一定会update啦 记住这东西 其实不是说 今天你学了之后啊 就好像学了就不会再增加 它其实还会再进步的 所以呢 你养成好习惯啊 就像我的习惯也是这样 我是把学习当成一种 就像你平常出去吧 像我逛街 逛一逛累了 你就找个书店嘛 翻翻书嘛 看一下最新 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嘛 那也不影响嘛 OK 就是反正update一下嘛 如果有新的东西 也许你就 给你们买书 也是一种习惯啦 不过现在好像很多 大部分都不喜欢买书了 反而喜欢看YouTube的影片 所以你会发现 YouTube的影响力 现在越来越大了 Google的金基模啊 他大概在2004年 我记得 他跟那个陈世俊 就一个华裔的一个年轻人 跟另外的创办人 跟他花了6.5亿美金 跟他收购了 YouTube 那现在的YouTube 他现在的市值 Google是花了6.5亿买的 可是呢 现在的市值预估 大概已经有750 750亿美金了 6.5变750 那大概差不多十多一点点 十多年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哇那个YouTube 而且YouTube 现在影响力 还不只是这样子 未来可能 像我现在习惯啦 可能看东西 以前看新闻 都会是用电视台 现在几乎没有 直接看YouTube就好了 上面什么都有 甚至有些连续去电影也有 你打一个观念是 2017空一格电影 你会发现 真的有一些新的电影 完整的电影都有 所以里面 那当然这边的话 也是除了娱乐之外 也有教学 不过教学是比较少 因为呢 比较少有老师会全程 这样录影 而且有时候录影 上个礼拜忘了 第一段影片 你们看的时候 应该是照到我的颈部以下 OK 为什么 因为我忘了调一下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把它调一下 因为我每次来的话 当然 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看 我好像上课 除了上课以外 还要准备录影 然后录影的时候呢 还要录完之后 还要分段 分段回去以后呢 还要剪辑 剪辑 还要上传YouTube 还要写点东西嘛 然后呢 还要寄给你们 光这件事情的话 刚开始做 可能比上课花了时间还多 不过现在已经非常习惯 而且觉得这件事 一定要做 为什么 因为没有做 感觉好像没有来上课 所以一定要 每天 每次上课 现在把系统 这个环境 先ready之后 再开始 那 这部分 当然 我是觉得 如果有兴趣 我是觉得你也可以 用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一些东西 假如你每天都要讲 一样的事情 的那个内容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寄给你的客户 或者寄给你的member 以后的话呢 你跟他讲说 就是这些东西了 你可以以后不用再赘述了 OK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 反而会 也是增加效益的一种方法 OK 好 那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就来看 上礼拜就是 先用那个 一幅里面 还有一幅 一幅里面 就ABCD 那所以呢 总共会需要有三个一幅 最后是L 所以ABCD 另外VBA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几种方法 就是说按下按钮之后 可能有合格不合格 OK 还有ABCD 拍个清楚 你看还记得怎么写吧 这个是什么 For i 等于2到7 然后呢 if 什么呢 这个一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什么 不不不 应该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们就执行下一行是 输出结果到h h栏里面呢 我们输出合格 反之else就输出不合格 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你忘记的话 我是建议啊 回去一定要把它从头打过 因为这些都是未来你设计VBA的最最最最重要的基础 因为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会的话 那以后你要写VBA真的就会有困难 OK 我一直强调 因为VBA最重要的啦 不外乎就是回圈 重复帮你做什么事 另外的话 逻辑判断 因为这些东西未来都会不断的出现 那顶多是在配合什么 录制聚集啦 就是跟聚集录制 然后搭配着使用 那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事情了 OK 那这边的话还有 多重 多重的话是ABCD 刚刚是 那个合格不合格嘛 那多重的话ABCD 所以会多一个L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上礼拜的东西 主要的程式在这边 那我基本上会习惯会用什么 加个按钮嘛 然后按右键 这边有个指定聚集 这边有个编辑 或者你也可以点击什么 把那个开发人员记得要 这个打开来 这个我想一定要 那这边有聚集啦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 按编辑也可以 它有好几种方法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Visual Basic 点开来 再打开你的模组 OK 原来可能你打开Visual Basic 里面有东西吧 把Module打开来 它就可以开起来 那字太小的话 记得我前面有讲过 工具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可以把字放大 大概12号好了 OK 9号字太小了 那刚刚的这个成绩的按钮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些 插入一个程序 里面的话呢 撰写一个回圈 4i 然后2到7 如果 所以我上周里面讲过 就是这个结构一定要先打完 然后如果呢 我的一栏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执行这个叙述 这个叙述是什么叙述呢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特别注意 然后前面 有没有 意思就是把合格这两个字 丢到我的H栏 的同一列 i列的话指的是同一列 指的是跟你现在停留的那一个列数是一样 所以for i 等于2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1 2 有没有 先1 2嘛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在这边输出什么 合格 所以你会发现这80嘛 输出就合格 有没有 反之 那就 这个合格嘛 以下就合格 这不合格 所以 在for i 等于2嘛 那2 Nesser就变3 Nesser就变4 到4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1 4有没有 那就在H4输出应该是跳这边不合格 输出 以此类推 所以执行完毕之后 你会发现 就类似像这样子 合格不合格 那如果说我要输出ABCD的话呢 就底下这一段 那这上礼拜也讲过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什么 一样for i 等于2到7 那顶多是因为输出是大于等于 本来是60 那这边是大于等于先80 再70 再60 那我上一礼拜也讲过啦 其实这一段 你可以怎么样 下面这一段是上面这一段 复制贴上 前面再加else 有没有 那 那个C的话呢 也是跟B一样 所以else if else if下去 那未来如果你有很多重的话 你就一直else if下去 最后一个就是else 除此之外 那就是else 就低了 所以输出的结果的话 那基本上 就会是我们看到的 有没有意思像这样 那再来的话还有清楚啊 清楚的话其实很简单啦 不用做逻辑判断 直接把h里面丢一个空的进来就可以了 好啊这些东西的话 未来都一直不断会出现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些东西 稍微做熟悉 因为VBA里面就是帮你做重复性的事情 但是重复性的事情里面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你要怎么判断 不外乎就是两重 不外乎就是多重 那再来就是连击跟交集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做完之后 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做一个假如说 我希望怎么样 这边我不是按按钮 我是制定函数 我希望 假设我希望 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当然这边现在没有使用者定义嘛 还记得吧 上我们前一个范例不是有个使用者定义 对不对 比如说叫什么 叫手机函数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在这边产生一个制定函数 这个制定函数呢 很简单 叫做成绩函数好了 H叫成绩函数 然后呢 他会跟你要一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就是 你的那个 成绩 然后一样 返还 所以制定函数会有互动 返还给你 假设是两种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 一个一样是ABCD的话 但是执行的时候记得 不是用按按钮的 而是直接从这边执行 要怎么做 应该 我想 这个逻辑跟前面那个很像 也是做制定函数 但是 多一个 就是 在制定函数里面 做 逻辑判断 可以差别在这里 那请各位呢 先把上礼拜的这个部分 先 回顾一下 然后呢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 插入一个 制定函数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再来看 如何 制定一个叫 也许叫什么 成绩函数吧 然后呢 那 制定函数的概念 一定是互动式的 所以一定会跟使用者 要一个什么 你给我一个什么 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那我给你什么呢 给你最后的 那个 我们的评定 比如说 合格不合格呢 或者是说 ABCD 会有互动的一个概念 我想 请各位先把上 礼拜的这个 部分先 复习一下 那 待会再来看那个 有关那个 合格 这个 制定函数部分 到